一个中年离婚女人的肺腑之言 听完太扎心了 网友自述 我是一个35岁离婚的女人 因为考虑到经济条件很多方面的原因 孩子我没有硬去争取抚养权 判给了他的爸爸 有段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 后来慢慢的朋友的相劝 家人的陪伴 我才彻底想明白了 然后重新振作起来 我和他是惊人介绍认识的 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然后结了婚 他是在机关单位给领导开车的 父母都是单位退休人员 有个哥哥几年前出车后去世了 所以他妈对他更是一种特别疼爱 婚后没多久我怀孕了 由于认识反应太重了 就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在家休养 孩子出生后 休完产假我打算回去上班 但是他妈却说自己身体不好 不愿意帮忙带孩子 我打算让我父母帮忙带 他又不同意 他说孩子太小了 要不你就在家带孩子别去上班了 看着孩子我就妥协了 但是我说等到孩子满周岁了 我得回去上班 他说可以 转眼间一年时间也就过去了 可是他妈还是不愿意帮忙带孩子 他说反正我工资也够养活一家人的 你就在家带孩子 等到孩子上幼儿园让父母接送就行了 没办法我就继续在家里带孩子了 每天的日子就是围着孩子 家里打扫卫生给他做饭 有时候好几天都不怎么出去走走 穿衣也不像以前那么讲究了 家里买的最多的衣服就是睡衣家居服 都忘了自己有多久没买过护肤品了 偶尔买盒面膜什么的 被他妈看到还会说我不会过日子 他儿子赚钱也不容易 看到我买的菜都是超市里的 说太贵了 没菜场买菜便宜 我心里想 你也不想想 我有可能有机会去菜场买菜吗 时间久了 我和他妈妈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 争吵以后 他妈哭哭啼啼 说自己活不了了 我都觉得真是让人无语 太累了 后来孩子上了幼儿园 我终于可以去上班了 每天的日子很忙碌 但是我觉得比一直在家带孩子快乐多了 可是似乎都终究难逃七年治养这个节 他从单位辞职 非要和朋友一起去干汽车租赁公司 后来应酬很多 每天都喝得很醉 很晚才回家 我们变得争吵越来越多 有一次 他甚至动手打了我 后来酒醒了 他又跟我道歉认错 说最近公司不好做 压力太大了 才会这样的 保证以后真的不会了 在单位里 我的一个老同学调过来 当了我们领导 我们以前就是挺好的朋友 后来我婆婆说 他去单位找我 看见我和一个男的说话 聊得开心得很 然后又在他儿子面前 说我现在天天那么爱打扮自己 在外面都把他的脸丢尽了 两人之间有矛盾 肯定有第三个原因 他妈妈这样煽风点火 我们两个又吵架 结果他又一次对我动了手 打我的时候 他还说 以前让你在家带孩子 你整天吃我的喝我的 现在自己出去上班了 你就这样子对我 我沉默了 心里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突然觉得自己好傻 男人真的有见不得你 白花他一分钱啊 女人真的不能为了家庭 放弃自己的工作 也应该学着保养自己 同时要多读书 来增加自己的修养 如果一段婚姻 真的走到了尽头 不要强求自己 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相信自己会遇到 真正的爱情了